昨天大明星胡哥官宣生女引得了全网的祝福 按道理讲胡哥到今年已经年满40岁不惑之年了 这绝对是个晚婚晚遇的年龄 然而作为明星能够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隐私讲出来 不劳烦狗仔队在跟着偷拍 这就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为什么胡哥生女这个事能马上冲上热搜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身边的小鲜肉流量明星越来越多了 而老戏骨真正会拍片的能跟我们一起成长的明星艺人越来越少了 最近这些年我们真是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明星的倒掉 所以我们真是希望这些明星们能够珍视自己的粉丝 能够珍重其粉丝对他们的热爱 踏踏实实做人 好好的拍戏 不要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让我们未来几乎无戏可看了 其实就在胡哥官宣生女前的两天 另外一位大明星的人设进一步崩塌了 当然这位明星他其实早就已经退圈了 他叫郑爽 此前因为涉嫌脱落税 他被罚了接近三个亿 而且因为代孕的事件 他早就人设尽失了 然而谁能想到 即便这样他还有更多的猛料会被挖出来 1月29日郑爽的前男友或者说前夫在美国爆出了郑爽的更多猛料 他说郑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 他营造的傻白甜的人设完全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 包括他以前在节目中的多次失态表现 他就是为了黑红为了充热搜为了制造话题 制造噱头把自己送上热搜榜 甚至郑爽自己清楚他有超过20万的粉丝 他要利用这20万的粉丝 不断的给他制造话题 制造流量 制造出超过两亿次的流量来 甚至郑爽一边收割他的粉丝 一边还把自己的粉丝贬为乡下人 而且郑爽还别出心裁的 自己花钱找人制造了一个APP 就是为了去中间商 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自己直接收割粉丝 而且张恒说他所有的爆料都是有根据的 他保留了五年之前和郑爽的微信聊天记录 完完全全都是真实的 这些猛料被接出来之后 我不知道当年粉郑爽那些人会怎么想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优秀影视作品 电视剧我们有狂飙 电影我们有流浪地球二 我们真是希望啊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 我们的文艺作品 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也不断提升 但我们这样的提升 显然不能靠郑爽这样的劣迹艺人 感谢观看 可爱